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天清晨六点 反年改团体立法院集结 反军人年改 短短半小时 立法院铁门就被整个推倒 防线一度被攻破 将军 将军 警方人常阻挡 但疑似带头的八百壮士副指挥官吴思怀 却因为血压飙高当场昏倒 另一头退役上校缅德森 更徒手爬上两层楼高 企图闯进立法院 只不过一个不小心 直接掉下来 把底下园警吓了一大跳 女生加油 加油 后脑着地满是鲜血 第一时间还没了生命迹象 送到医院持续抢救 警察浪费 成功闯入立法院的 则是在议场门口和警方僵持拉扯 警察浪费 不要这样啦 警察暴力 警察暴力 一波波冲突过后 从高空看 警方大阵仗把立法院团团包围 就怕再次被攻破防线 要到立法院背询的赖清德 也忍不住说种话 每一次的沉情抗议 带对者应该要把民众 安全的带回家 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 充分表明自己的立场跟诉求以外 其实安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强调安全第一 毕竟反年改团体抗议陈勤 却演变成流血冲突 谁也不乐见 三连续文 政府报道